如常的生活 偶有伴嘴却不失幸福 爸爸比较帅要先画 可是要画猫咪 我要先画猫咪 四岁多的孩子 遗传爸爸的艺术天分 爸爸创作时 总还静静在一旁画画 我画一个大太阳 还有一只彩虹猫咪 在世界休息 享受属于父女粮的假日时光 是李先生生活的最大动力 他无识自通 是素人艺术家 各式各样的种子巧手加工 幻化而成的自然界万物 栩栩如生 除了种子创作 石雕 木雕 各式彩绘难不倒他 开启艺术之路的背后 是一股强烈的思念 要去看童话有没有 我也想要去 好啊 你要乖乖才有 喜欢跟女儿诉说往事 手机里的照片是最甜蜜的过往 把那个思念 把一边去想他的时候 那个屋子 那个伤心 我就说 把他画这个好像那个力量 好像他在陪在我们身边 就慢慢雕琢 我对他想到他的种子开始 对他想到他的东西开始生气 李先生的大儿子 四年多前因脑瘤往生 从发现到离开短短十多天 这个心肝宝贝是全家苦盼而来 因为太太曾留掉过两个孩子 大家都经常把我们鼓励 说自己生回来 后来我们还生恿恿这个弟弟出来 这样就对了 就变成他一个人 我就认同三个照顾了 曾经他无法接受 这戏剧化的人生 以前也在说 你们这个门叔在电影情节 看到 一个来 一个走啊 弟弟要走啊 妹妹出事嘛 儿子离开时 女儿才出生三天 太太难以承受选择离家 高龄八十多岁的妈妈 扶耀轻生 就回后数个月也离开人世 能这样站起来 我是很配合 我在他的身上也学到很多 就是他的那种坚强 二 三 OK OK 好好玩哦 为了女儿耀牙苦撑 现在拥有街头一人征兆 挥别过往阴霾 努力跟女儿幸福生活